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官 这两位罪灵生前曾修习心灵法门 你们自己说吧 女罪灵爱 我来自外国 小时候家里住在靠海边的城镇 所以活海鲜吃了不少 年轻时我长得很漂亮 追求者众多 我没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和男同学胡乱发展感情 怀孕了 偷偷跑去堕胎 毕业后离乡背景 去到X国工作 认识了现在的先生 嫁给他结婚生子 女罪灵爱 先生是卖鱼的 我帮忙先生处理家族产业 在世的时候 同乡人羡慕我 觉得我嫁给一个有钱人 嫁好车 很好命 现在才知道 沙业的报应这么大 我后来身上三个地方生癌症 在法会上蒙佛慈悲 抽到图腾号码 看图腾 师父说地府 通融我半年时间 让我留下来 忏悔杀业 可是我的先生 不信佛 我只能在医院 一边化疗放疗 一边争取十千念经 女罪灵爱 临死前 我全身癌细胞扩散 饱受病痛折磨死亡 死后就带去火烧地狱 受全身火烧之苦 这是惩戒我靠杀害生命赚取钱财 以及在卖鱼给佛勇时缺金少两 过后又转去分池地狱 全身爬满虫子 钻心的疼痛及其痒 苦不堪言 我知道地狱出来后 要去排队投畜生道 我很怕 从地狱出来 躲在阳间不想回去 我知道错了 菩萨救我 我不想投畜生 道变鱼 女罪灵弊 我是A的姐姐 妹妹去世后 我开始觉得心灵法门不灵验 慢慢地不念经 退转 退转后在自己的亲人 朋友之间造口业 没想到是妹妹老公家里杀业的罪孽 导致她就算在法会被抽中号码看同藤 还是没办法挽回她的性命 我从来没有好好去 深入了解佛法和心灵法门 只是在妹妹出世时 看到有人转发分享的法会影片 而去念经求菩萨 后来 在回乡下老家童中 车祸死亡 死后转入 无间地狱成劫 荣将在入口 那一瞬间 身不如死 全身焦黑 双眼暴争 被体妹荣将 烧行又昏过去 痛行又昏过去 在地狱的痛苦 没有一刻停止 女罪灵弊 我不知道戴了多少个日月 突然间有一天 地狱上空大放金光 观世音菩萨 和诸佛菩萨 显化法身 我体妹荣将 在街道金光能量 那一刻停止燃烧 一个女孩被金光送入地狱 领佛菩萨旨意 救度堕落地狱的佛子 女孩走后 我在无间地狱鬼拆口中知道 她是由地狱的心灵法门童子 我内心忏悔流泪 开始在地狱念七佛灭罪真言 只要一念经 体内的溶僵就不会燃烧 女罪灵弊 希望大家相信因果报应 我和妹妹在阴间献身说法 请大家相信心灵法门 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 汉官 可以回去了 童子 梦醒 夜里11点49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 马来西亚 05-4-19 答 你们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有没有姐妹两个都走掉的 全是真的 不要拿自己的惠命开玩笑 死了到下面才知道 就来不及了 她能让师父看图腾已经很好了 自己不改 家里只要有一个人拖着你 就是说明你没有缘分 很倒霉的 人家也 loop 心 apoy住 我 true的尖授放 ged意 就在帮我找到 Szstat里 那边当然 据我尝那地方 那里也团 可以 tools去